8月24日水淹嘉義布袋沉海裡 放眼望去每間房子都至少半層樓泡在水裡 就連鄰近的高跟鞋教堂也淪陷了 居民苦不堪言 外匯那些生息都三四百萬 因為我讓我發現過完 說讓人家聚集就喝起來 喝就直接吵架去墨打來煮緊抽 當天受訪的這位男子 5日上午也來到抗議現場 對著港務公司破口大罵 我一天生活 你是落地人的那個三百萬人 你每次都沾就沾就沾就沾 那是沾就沾 我要給我的死命 如果我去給水已經已經死了 去回到這裡的水 這樣我不會抓光 住在沉海裡 但沒想到逢雨就淹變成沉海裡 居民實在受不了了 故意堆沙包擋住布袋香港出入口 近百人發出怒吼 指控就是因為布袋香港 地勢高於沉海裡 高低落差造成倒灌 這次跟水淹超過50公分 但港務公司卻只承諾設置擋水牆 解水溝做好排水工程 對於居民多次淹水造成的損失 迟迟不願做出賠償 我們的國家是近年年底 這大家說比較最要緊的 就是這個港府跟這個沉海裡 從居民來說今後下雨 能夠別在沉海裡 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 記者侯顧文嘉義報導